好的,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,因为我的观点讲的这次佩洛西访问台湾纯粹是属于个人目的,那么我回顾了一下他在做的一些事情,也跟大家提到了一些佐证,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,那么我下面再引证一句话,这句话是谁说的呢? 是当年CNN渡华驻北京的首席记者Mike Lloyd,在1991年说的这句话,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?我往背景跟大家说一句,Nancy Pelosi和当时的议员也是到北京去,1991年,但是他没有向美国政府报告,自己带着几个人去,同时还特地让Mike Lloyd陪同他带着一个摄像师,在天安门广场上, 在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,从自己的口袋里面掏出了一个标语,说要发扬兵主,反对专制,因为他的这个小小的戏剧性,当时是Mike Lloyd和这个摄影师被中国的警察就抓起来了,扣起来了,因为什么呢? 因为就是说中国在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最神圣的地方,所以你要发表论则言论什么,就像美国一样,你要机会,要示威,向当地政府要提前注册的,他没有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警察呢,就把Mike Lloyd和前面给摄出来了,因为他是议员呢,不能,因为在交场的关系不能够对他们讲。 所以最后这个经历过后,也跟Mike Lloyd说了一句话,而且是在网上也有这句话,他说,啊,我在引证。 他说,原话的意思就是,克罗西热衷于搞这些曝光力极高的动作,而不顾任何的后果。 所以说呢,Nancy Pelosi的一系列的注册,刚才无限说是为了世界也好,为了美国也好,应该是怎么说呢? 呃,不是,是客观事实。 因为,你量出你自己观点的时候,就像刚才马教授讲,你要有观点,要有左证的,否则的话呢,就是客人的主观一观。 所以我觉得,啊,我的对Nancy Pelosi这次访问的,啊,台湾的观点是客观的,而且是有左证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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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